在浩渺无边的宇宙星空中 存在着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猎户生锈四 这颗逝去生命的庞然大物 其看似高于理论极限的自转速度 究竟是实为本真 还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 一项最新研究 或许已经为我们 拨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 研究人员提出 天文学家们过去所观察到的 高速自转现象 实际上可能只是 这颗巨兽激烈沸腾的表面 造成的是错觉 猎户生锈四 一颗质量相当于 一千个太阳的红超巨恒星 乃是宇宙之小的 最庞大天体之一 如果将之与太阳相比较 生锈四的体积 将一直延伸到 木星轨道之外 这种极端的体积庞大 也使得它成为夜空中 最为夺目璀璨的恒星 只要肉眼凝望猎户座星空 便可轻易看到它的存在 然而生锈四的明亮程度 却时影实现 呈现出周期性的变暗和变量 尽管年纪不过区区一千万岁 若与太阳纳之鸭般的46亿年历史相比 它依旧只是个婴孩 但由于体温极高 质量太大 造就了它生命历程之短暂 生锈四已耗尽了大部分清储备 正接近生命的终点 一旦所剩无几的燃料彻底用尽 这一情景可能会在 未来几千年内出现 说不定就发生在 我们的有生之年 生锈四将以超新星的形式 猛烈爆发 在数周之内 将整个夜空映照的明亮如同满月 2018年智利亚他卡玛毫米亚 毫米阵列望远镜 获取的观测数据显示 生锈四的自转速度 高达每小时一万八千公里 对于一颗红超距恒星而言 这样的自转速率着实罕见 因为按照理论推算 类似的恒星自转速度 因远慢于此 至少要慢上百倍 一种解释 此快速自炫现象的可能原因是 生锈四之前 曾吞噬了一颗 环绕它运行的恒星 但这种说法 并未获得所有人的认同 最近一项发表于 天体物理学通讯杂志的新研究 提出了一种全新解释 研究人员指出 阿他卡玛望远镜观测所得 很可能并非源自 恒星自身的自转运动 而是由生锈四表面 大气层气泡的上升下沉运动 所导致的视觉迷惑 像生锈四这样的恒星 它们的表面都存在着 剧烈的沸腾活动现象 而我们之前 对此产生了错误的理解 研究报告如是写道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 研究团队利用计算机模拟 重现了红超距恒星表面的情况 结果显示 不同于近乎完美球体的太阳 生锈四由于体积巨大 其表面时而隆起 时而凹陷 形成不断变换形状的斑点区域 就犹如熔岩灯中 激烈翻滚的气泡一般 有着比整个太阳系 更庞大的等离子体团块 在其表面汹涌流动 当利用像阿他卡玛这样 分辨率不足的望远镜 对其进行观测时 深锈四一侧的上升气流运动 极有可能被误判为 朝向观测者的旋转 而下降气流 则可能被视作 远离观测者方向的旋转 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 我们将这些模拟效果 通过一个模拟阿他卡玛 等望远镜成像能力的程序 进行处理运算 结果发现 高达90%的模拟恒星样本 都有可能被误判为 在高速自转 目前将这一神秘现象 归因于表面沸腾的说法 仍然只是理论假说 但研究人员已在分析 更加精细详尽的 深锈四观测数据 这将有助于 检验该理论的正确性 一旦获得证实 它还将解开 另外数百颗 红超巨恒星 高速自转谜团的面纱 在宇宙的穷龙中 恒星亿万 皆有其生死循环 深锈四 这颗逝者的自转之谜 就犹如一段未解之谜 将人类对恒星构造 及其生命机制的认知 阻隔在迷雾之中 而今次新研究 或将给出一种 可能的答案 照亮我们 通往真相的道路